挑战端和出引第五弹 泡泡马特Azura动物竞技赛系列盲盒 为了我的小红书一万粉丝目标 第三波抽奖福利又来了 从关注我并且三连的小伙伴里 就两个人评分这一整套小猪配奇的盲盒 我包邮送到你家 全套是12个基础款加一个隐藏款 我们可以看到每只Azura都流着眼泪 在他们的世界里 人类的眼泪是一种能量源 他们来到人类身边 一边收集能量 一边抚慰受伤的心 机械和可爱的碰撞 我还是挺期待的 隐藏款是AI未来人 白色的金属质感简直太酷了 这次的重量没有差很多 前六盒都是80克以上 后边六盒都集中在76到77克之间 最重这盒前后左右都能小范围晃动 上下晃不动 狗狗应援观众 哇这个小姑娘长得好秀气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她的眼泪还是透明件 她是一只小狗 所以她长着狗狗的耳朵和尾巴 头上戴的贝雷帽也挺有设计感的 作为这场动物竞技赛的应援观众 怎么能少得了手中的荧光瓣呢 第二只左右小范围晃动 前后上下晃不动 前后中间的位置 隐约能捏到一点东西 狐狸拉拉队长 看样子还是一只火狐 红黑的配色特别的酷 她的头发还是一个渐变色 很好看 拉拉队长带了个耳麦 手里还拿着助威花 但是这个助威花 我怎么看着有点像爆米花 第三只左右晃不动 前后小范围晃动 上下晃动空间比较大 猫咪爪爪战士 妈爷这还是一只粉色的小猫咪 粉蓝的配色特别好看 从她的耳朵和尾巴上 就可以看出 这是一只机械小猫咪 看她的眼睛还是黄蓝一同的 这是一只波斯猫吗 她戴着猫爪手套 穿着汗冰鞋 又是一只酷萨的小姐姐 这只六面几乎晃不动 左右中上的位置 能捏到一点东西 绵羊医疗队 哇塞 这个护士小姐姐好好看 有这样的小姐姐给你打针 你是不是就不害怕了 这个针管做得好好啊 真的像有液体在里面流动一样 我现在拆出来这四只Azura 有你喜欢的吗 1 2 3 4 评论弹幕区告诉我吧 这只非常满 六面完全晃不动 但是也捏不到什么东西 支支激光战士 这是一只太空小老鼠啊 身上穿的宇航服 还是亮面漆的材质 特别的酷 头上戴的透明面罩 是固定住的 动不了 手里拿的是激光枪 第六只六面都有特别小的晃动空间 猪猪景观 能把小猪做得又酷又撒的 也只有Azura了吧 这是一只非常具有未来感的太空警察的形象 手里拿着透明的盾牌和景观阵 这只前后上下小范围晃动 左右晃不动 也捏不到什么东西 封面款兔兔水枪手 这只也特别具有未来感和时尚感 黑色部分都是亮面漆的材质 手里拿的这个真的是水枪嘛 更像是激光枪啊 第八只六面都能晃动 蝴蝶泡泡战士 这是一只蓝色的小蝴蝶 头上的触角也特别可爱 裙摆和身后的披风 真的做出了蝴蝶翩翩起舞的感觉 它是泡泡战士 所以它手里拿的是泡泡枪 这四只你最喜欢谁呢 五六七八 评论弹幕区走起啊 第九只上下晃不动 前后左右小范围晃动 小鹿预言家 这只可能是最不像预言家的预言家了 更像是森林里迷路的小女孩啊 这个预言球还是一个机器球 真的可以预言吗 预言球是直接放到它手里的 大家摆放的时候不要弄丢啦 这只前后左右小范围晃动 上下晃动空间非常大 小熊记者 这个记者打扮的挺时尚的哈 耳朵上戴着耳机 手里拿着话筒 身后的蝴蝶结还是电线 看上面还有插头呢 胸前还写着电视台的名字 Azura TV 这只前后左右晃不动 前后中下的位置 能摸到一点东西 上下小范围晃动 黑天鹅狙击手 哇塞 这只也太好看了吧 它全身包括脸 全是亮面器的材质 有种陶瓷的感觉 太高级了 头上戴着王冠 两边是白天鹅的羽毛 它闭着眼睛流下了眼泪 手里拿着狙击枪 特别有故事感 裙摆和身后的翅膀 是半透明的材质 最后一只了 六面都能晃动 我应该又与隐藏无缘了 蝎子拳击手 酷酷的拳击手 戴着眼罩和拳击手套 身上的衣服 还是珠光漆的材质 身后的尾巴 还是一截一截的 有机械蝎子那味了 蝎子尾巴还可以动哦 是不是更酷了 最后这四只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9 10 11 12 赶快跟我互动起来吧 好了 以上就是皮酱 给大家带来的 泡泡马特 Azura动物竞技赛系列盲盒 我到底端几盒 才能抽到隐藏款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关注 再多多跟我互动吧 我们下个拆核视频见 拜拜